这倒不是,但是都是说一言而易的 像我小时候留的是长头发 但是由于现在的社会都是花花绿绿的 各种发行都有 那时候就是有一种叛逆的心理就是不愿意留长头发 为什么非要遗传像母亲那样非要留长头发 后来有一次我记得是八岁七八岁刚上小学的时候 我自己偷偷地把头发结了 从那以后就感觉好像自己失去了一种最心爱的东西 就是一种割舍不断的情面 一直到现在明明想起来还有一种心中 虽然那时候很小 但是在那时候我的最幼小的心灵里好像有一种创伤似的 所以到目前为止从我又开始一点都没有动过 所以有一句话叫失去了财统的机器 对 真是应验了这句话 那您这个头发留那么长的话 有没有对生活造成什么不变的 在生活上还可以 但我工作的时候 因为我是从事一个办公室文字工作的 做快递行业的 平时发行也有几种 盘发多盘起来 或者是盘一些流影 或者是就是这样 竖着一个长辫子的 昨天对自己的表现还满意吗 这个是这样子的 因为我们长花女本身就是这样的一种心态 我们这个 我是为集团公司一阵海星网协办举办新比赛 给我们搭了这样一个平台 让我们这些长花女有一次机会的机会 对我自己的表演呢 我是无论到哪个地方远 我都是很放松自己的那种 就是我演我自己 我不会去模仿别人 我就是我真实的一个我 就像很多人在看长花女 大家都用一种奇特的眼眸 有些人会想 为什么要把头发留这么长呢 它是不是好像有人 在性格上有些偏激 其实不是的 我们都是真实的自己 所以在舞台上也是这样的 我对自己还是比较满意吧 因为我演出了我真正的我 我在台下听到观众的掌声也是非常的热烈 以前有没有参加过类似的比赛 我参加过那个山东镇城的长花姐比赛 然后去年 前年和去年我都没有去 都是因为工作的关系 然后今年我与一个单位领导请了假 请了几点假的过来了 我想下次 如果以后还有比赛的话 我想我会挣脱 就去更多的时间 我想来参赛 不仅是为了一个名次 最主要的是展示自己的长发 然后再结识更多的长发里面 对 因为每到一个地方 都有不同的新人来加入这个行列 我们这个队伍好像就是越来越重的 全国各地的长发里都汇聚一堂 就像昨天都汇集在长发里面的震撼 美丽的震撼 那您是怎么知道有这么一个罗斯杯的长发风采大赛呢 这个就是要感谢网络 现在的网络时代 信息时代就非常的发达了 在网络里有了 震撼新闻网 震撼新闻网 那您在安山那边 怎么会点击到我们这边 震撼这边的网站 因为在全国各地只要以 搜索长发有关的问题 它的一些链接的一些网站都会出现的 所以就是各大城市的 就是关于长发要去干什么 我们都会知道消息的 你也是我们震撼新闻网的热心的网友 对 是的 网名叫什么 我的网名就叫丁丁 丁丁哦 欢迎丁丁 那对我们的震撼新闻网 有什么祝福的话要说呢 祝福的话当然有了 我祝这个震撼新闻网越办越红补 希望我们的广大网友 多多点击我们的震撼新闻网 因为它真是一个互动的平台 让我们更多的人了解长发 了解震撼新闻网 还有丁丁的这个长发 我看了一下是 好多长发女的头发是上面很多 下面就越来越细了 丁丁的头发好像上下一般粗 所以大家再看一下 这个丁丁的美丽的秀发 让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非常的融合 看 这么漂亮的头发 谢幕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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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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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